碰上刘诗诗 杨逆真的书大发了 这姐不愧是那语体态教科书 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 就连同剧组的小伙伴都难逃她的热情安宁 难怪星之磊饰演的家贵妃体态看起来这么好 其中竟然还有四阿哥胡仙旭的一份功劳 所以说有一个好体态真的能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演员这个职业更是要求更高 先练好体态 大概也是进足演戏的必要前提吧 从小就穿贝贝家长大的陈兴旭 用实力证明纠正体态要从娃娃抓紧 宽肩斩腰 宽肩斩胃 直要收复 宽肩斩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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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古装界首席难抹 这样的当红小生谁能不爱呢 镜组拍戏的白露每天穿贝贝家上班 要知道她以前的体态可是这样的 现在却变成了薄薄的一片 简直是又洒又亮 在拍摄古装戏份时 状态不要太好 好闺蜜一定会分享变美心得吧 赵露丝的体态也在肉眼可见的变好 这是陈千千里的她 这是长哥行李的她 大概这就是传说中的听人劝吃饱饭吧 有人拿我陈千千的拍的剧的那个照片 跟长哥行的那个做对比 两个戏拍中间起码差了一年 这就有一年的时间去改变这些东西 真的改变都是需要时间的 练自己的体态 需要时间去改变的 一五敦房美出圈的哈尼克兹 更是从小就用贝贝家矫正坐姿 我们小时候都是带贝贝家 这难道就是他们变美的秘密吗 果然拥有一个好体态 比漂亮的脸蛋更重要 如果平时你弯腰驼背 甚至还有乌龟脖 带上这个一拉一秒开背 每天两小时打开肩膀 犹如一个体态老师 在时刻提醒你端正坐姿 久而久之自然体态优雅 养成气质女神完全不成问题 而且你会发现肌肉回到了正确位置 长期含胸驼背导致的腰酸肩疼 也得到了很好的环节 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学生吧 只要是想变美的家人们都可以冲 屏幕前的你还在等什么呢